是不是你让姐夫喝酒的 我没有 阿婆让她喝的 你看她这个脸红的呢 你看看 你非得让她喝酒干啥 没事 出门之前二姐跟我说了 不要让她喝酒 让我看着一脸 刚出门第一天 这个脸就红成这样了 妈妈叫我陪她喝酒 我没喝 找二哥喝的 老妈 你最近这个啤酒这个瓶挺大 为什么不让她喝酒 她扁到你发言 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她控制不住 谁让她喝她又喝 要是二姐知道了跟我没有关系 你顶得住啊 你不怕二姐啊 不怕了 从去年夏年开始 婆婆就让我每天陪她喝一瓶啤酒 我现在是不敢喝了 又找二哥喝了 你看把我姐夫喝的 红彤彤的 你啤酒喝的呢 你啤酒喝 你去上瓶 爸爸我想喝酒 姐夫你想不想喝 想喝 这下面有个厨房 我们下去去炸点果汁和豆浆 我这两天早上也不吃早饭了 就喝豆浆 你去不去啊 去 炸果汁 炸铁啊 走 吴欣欣 你跟我出菜就喝豆浆了 那不挺好的吗 以后送人家上劫的时候 早上喝一杯 晚上不想做饭了呢 再喝一杯 啤酒我是不碰了 不碰了 不碰了 你不想让欣欣喝比较了 双下巴都喝出来了 姐夫你喝啥 我喝米糊 你呢 我喝果汁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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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普通话要学好了 我喝果汁 果汁 我来做啊 小米大米南瓜做米糊 火龙果奶昔 豆浆 今天什么不多 破笔记比较多 这个打米糊吧 豆浆玉米汁奶昔果酥 就这个 果酥 豆浆在这呢 爸爸这个什么时候 一会就好了 这个里面要不要加入水啊 不用 豆子要不要泡啊 不用泡 我婆婆对这个破笔记 还不太了解呢 就是他这个晚上的时候嘛 可以定时 把豆子和水放里面嘛 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喝了 姐夫 我决定了 我要给你买一个 你回去之后嘛 晚上不知道做什么的 扎点豆浆啊 玉米糊呀 绿茶呀 奶昔啊 对不对 都可以对吧 可以 红二姐开心开心 女儿姐跟我讲了 这次出差回去 给她买一个破碑机 买个啥颜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嗯 这个呗 对 这个果汁好了吗 好了 这个果汁快 这个 和这个奶昔 要15分钟了 等到过年的时候嘛 小孩就不要给他喝什么饮料了 就打这个 玉米汁啊 什么西瓜 这些是给他喝 好一点吧 咱们到时候雪碧 随便喝 就不用管他们了 不然他们都偷喝 是的 渴辣 嗯 我们每次在家嘛 或者吃火锅干嘛呢 就是不敢喝饮料 因为怕小孩喝嘛 只能是偷偷的喝 还烫腻 他自动加热的 哦 你看这两个眼睛吸上去了 妈妈 坐吧 慢点 好了 哎呀真甜啊 够不够 还要喝 还要喝 北京膜 米糊也好了 豆浆也好了 这三个还挺漂亮的 有颜值 有我了吗 现在如果有点馒头面网就好了 配着吃 你就吃这个吧 以后 不要吃肉了 爸爸干嘛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